深入美国中南部,路易斯安那州所蕴含的欧洲风情和历史底蕴一直让我心持神网 登高俯瞰,伴着密西西比河岸的流水,将整座城尽收眼底 怀着对乱世家人取景地的憧憬,我迈入了这片橡树庄园,充满了古典的南方特色 精致还原的家具摆设,详细追溯的历史讲解,都投射了农家庄园的古着与豪气 推开二层走廊的大门,由二十八颗历时三百年以上的橡树林荫所带来的震撼壮美 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威力与神韵 为了纪念新奥尔良之战英雄,安德鲁杰克森将军在以他的塑像为中心 并由此命名的杰克逊广场,可以感受到真实的新奥尔良 法国脚最著名的杜梦咖啡更是不能错过 新奥尔良没有传说中的烤翅,而香甜的杯感配上浓郁的欧雷咖啡 才是特色的饮食小惊喜呢 应接不暇的酒吧,各具特色的艺术画廊 构成了浪漫风情法国区 街头艺人们在此各显神通,用自己的才华和快乐 让我对这里越来越爱 古典风味的古董店,交错着布满藤蔓的法式洋房 一架板凳,一台复古的打字机 自由写诗人让我不禁充满了好奇 交流片刻便可收获一篇独一无二的诗作 我说生命有限,人生只此一次 他说虚余片刻都会由爱构成,而爱便能铸就永恒 这一份细腻极静的思绪,行云流水的词句 对我而言,真是不期而遇的共鸣与惊喜 西洋西下,漫步庞恰特雷湖岸 偶有海鸥成群结队的飞过,过滤了城市的喧嚣 沉淀下来的只是甜淡和闲事